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今天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分享一条 在坊间议论了好几天的一条消息 那就是天津市长廖国勋因病突发去世 享年59岁 他去世的时间是27号 那确实是非常的突然 为什么 在4月25号就在他去世前的两天 他还出席了天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会议的相关安排部署 当时他的老板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出席了这个会议 并且发表了讲话 所以这个突发够突发的 像廖国勋这种级别的干部 他还是直辖市的市长 他的安全 他的健康保卫 这些都应该做的是尽善尽美的 和中国最顶级的领导人 那是有一笔的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预兆 突然就以这种形式 离世 不由的不让外界揣测 那更关键的是 我们的同事明镜直击的节目主持人岳格 也从上海方面的纤细员得到了一个信息 说他不是因病而是自杀 这个消息令人震惊 但是通过我这几天在明镜直击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些调研 得了一些消息 证明这个突发的消息 这个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自杀身亡的可能性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发布这一次 廖国勋病亡消息的是天津日报 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转发出来 你说这事是不是很奇怪 这么高级别的干部 用微信公众号天津日报发一篇就算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 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国新闻社 这种央视 各大央媒都没有对廖国勋去世 做出统一的一个通稿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那就是中共的这些高级官员 在上任的时候 那肯定是有统一的标本 统一的说法的 去世的时候也有 比如说某某某在八宝山举行了 一体告别一次 这个去世之前某某某 前去探视某某某通过书信 通过其他等形式 向其家属表示了慰问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官方的套路 没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没有不可扛的因素的情况下 官媒尤其是国媒党媒一级的党媒 新华社这样的 他不会漏发这样的消息 但是至今为止 新华社官网没有发布 同时我们确立一下新华社的天津频道 那就是天津分社主管的信息频道 那就是天津的大事小事 都会在这里向外部公布一下 但是我们查了一下 新华社的天津分社 竟然也只字不提天津市长 廖国新因病去世的消息 这里面非常的蹊跷 那为什么我们也不敢轻易的揣测 第一在二十大之前 这个事情非常敏感 另外毕竟有人去世了 即使他不是中共的高级领导 一个普通人去世了 到底因为什么去世的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 对读者的时间的尊重和珍惜 我们也不能贸然得出结论 所以我就赶紧去找相关的人士 官媒的人我也问了不少 大家都闭口不谈 其实闭口不谈本身也表明了一种态度 如果他是正常因病去世 那你就说因病去世就是了 这不很正常吗 和天津日报说的一样 他越不表态 越说明这里面蹊跷 要么就是他们知道是非准确死亡 要么一种可能就是不清楚 不敢多谈 知道这个事不是正常死亡的可能性 比较大 为此我亲自去问了新华社的一位大领导 新华社一位大领导 大领导当然政策水平都很高 我当然也不可能直接去问 廖国勋是正常死亡 还是非正常死亡 那我这么问也太low了 是吧 我就把天津市发布的相关消息 截了个屏 发给了领导 领导真是水平很高 不愧领导 不说什么 我又发两条催他 什么情况 到底啥情况 领导回了几个截屏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不提廖国欣的事情 只提其他的相关事件 比如说这第一个截屏 涅壁出同志事事 新华网新华社发布的消息 这是2018年的5月18号 518 是谁呢 天津市的原市长 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 涅壁出同志事事 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是因病无效 在天津变故了 大家看到没 原代理书记 天津市的原市长事事 新华社都发消息了 现任市长 59岁的 然然生起的政治新兴 这位去世 新华社正然只字不提 那领导又发了一条 还是天津的 2015年3月17号 天津市委原副书记 副市长 政协第89届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 刘进峰同志 同样因病一致无效 2015年2月15号 兵雇 你看 这是天津的原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 去世 新华社也发了消息 那还有一条 就更过分了 2016年1月24号 天津市委原常委 原中共天津市 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是依照原来的 中顾委搞了一套班子 各个市也有自己的 这个市里的顾问委员会 就这帮老同志 退下来以后 想发挥余热 还想指指点点 又作为一个普通党员 他们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也有这样一个责任 为党为国尽余热 那组织就给他们 安排了一个场所 就叫中顾委 在天津市 就叫天津市顾问委员会 那杨慧杰同志 括号省长级待遇 因病一致无效 在天津也逝世了 你看这个大领导 这个宣传口的大领导 我真是对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给我发了这三条 我就明白了 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那意思就是 你看这种级别的干部去世 新华社都赶紧发稿了 但是现任市长廖国勋去世 没有提 没有提 只有天津市方面 通过什么公众号放出来信息 这证明这个事情 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因病去世 这么简单 当然他去世只有三天 后面新华社人民日报会不会发 我们要观察 他也许会发 发了也不意外 为什么 中央要统一口径 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定调 他去世这么突然 很可能北京大领导 知道了怎么回事 因为有内参吗 他们这个事情他如果真是自杀 他们是不敢骗中组部 不敢骗直接领导的 领导知道以后 前天后后了解清楚 按什么口径来定调 最后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布消息 可能也是一个套路之一 站在这之前 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单位 他们不愿意背这个锅 不愿意踩这个雷 为啥 他明明知道是非正常死亡 在中央没有定性之前 你就按天津的官方说法报道了 那如果回头中央不愿意这么处理 你这个新闻单位 岂不是政治性党性极差 那这样的情况下 新华社人民日报宁愿不报 这就是类似的消息 他一个套路就出来了 另外 廖国勋去世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更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天津味 和上海滩 和重庆 那几乎是都有一笔了 重庆这些年和天津这些年 都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一个卷的出事 还不是一般的事 都是些大事 都是些血乎淋辣 都是一些出人命的事 天津这些年 可真是被搞得七分八素 天津本来是中共的江派前常委 张高丽的政治老曹 张高丽在那里 运营了很长时间 但中共十八大以后 我们看到 天津官场被清洗的力度 所持续的长度 是罕见的 天津市长黄兴国 前常务副市长 杨栋梁 公安局长伍长顺 副市长尹海林 这些省部级 大老虎都先后落马 你看天津不是一般的原因 不是一般的地方 天津为了 风高浪急 一不留神就被掀翻 而且都是要人命的事 就连张高丽都已经最后当上了政治局常委 最后还让一个打网球的彭帅 给捅上了世界媒体的头条 当然因祸得福 他从此成为海外民众也好 海外的政客也好 海外各界也好 在中国知名度第二的中国政治人物 他们首先知道习近平 外国人知道李克强的都不多 但是都知道有个张高丽 都知道张高丽人老心不老 老当义壮 零老零老70多岁快80了 把前网球世界冠军给搞了 而且不断搞了 最后还洗了脑 POA了 公开反复亮相 向世界媒体宣示 从来没有人心情过 都说自愿的还挺舒服的 这个你看张高丽 最终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政治风险 天津官场 可能一种风水不太好的感觉 风水不太好 跟重庆一样 重庆你看 自从博书记出事以后 孙政才也出事了 你看这都是储君的候选人 都可能登大位的 不光孙政才出事了 几任公安局长都出事了 从王立军到后来的和庭 到后来的某某某一连串三四个 通通出事 风水也不太好 当然提到重庆 我们在给我们的节目 自己点个赞 为啥 两年前 重庆市副市长任学峰 在两会期间 在京东宾馆跳楼自杀 这个消息 是我们在海外率先捅出来的 当时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 跟今天调研廖国勋的事件是一样的 当时打电话找了很多人 最好打电话找到了重庆市委 他们确认 有朋友确认 在任学峰去两会期间 当时就被中纪委留置 留置在京东宾馆 京西宾馆 直接问话 就连开会带审问一块进行了 他压力太大 从京西宾馆一跃而下 当时的状况 也是非常的惨烈 那当时任学峰 纠正一下 刚才说他是副市长 他实际上是重庆市委副书记 任学峰 当时去世 重庆也是通过官方媒体华龙网 发布了消息 说 据重庆市任学峰同志 智商工作小组消息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不幸离世 享年54岁 你看才54 比这个廖市长 还年轻个5岁 全文只有79字 也是异常的简短 但是很快 香港民报 新岛日报 在我们报道了以后 证实任学峰是跳楼自杀 抢救无效 并故死亡 那么这个事情 任学峰和廖国勋 那真的也是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由重庆官方 一个自己控制的媒体 通过智商委员会的名利 发布一条消息 但实际上 他这个 后面隐藏的 这种巨大的爆炸性的新闻 是能够看出端倪的 那当年 任学峰出事的时候 他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了 也是非常看好的一个政治新星 但是比起廖国勋来 他的这个重要性 还要略微次一点 为什么 廖国勋 我们看看他的履历 那是非常厉害的 任学峰 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出来 他明显的这个派系特征 也没有看出来 北京到底是哪个大佬 拼命要拎巴他 或者要拼命打击他 但是廖国勋就不一样 廖国勋是1963年2月出生 四川成都人 虽然是四川人 但他长期在贵州任职 而且是从底部自下而上 一步一步爬上来 当然他在贵州期间的薄勒 就是现在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栗战书 当年廖国勋 从贵州省委组织部干部 调配处的副处长 副处级 秘书三处的处长 这个最低的位置做起 一步一步缓慢上升 最后在栗战书 主政贵州期间 得到了突击的提拔 那么栗战书 从2010年8月到2012年7月 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 廖国勋就在他底下 一个重要的地基室 同仁担任地位书记 同年在栗战书 到北京任职之前 突击提拔了廖国勋 4月他被升为贵州省委常委 你看栗战书是8月走的 4月把廖国勋提拔为贵州省委常委 在栗战书调任中办常务副主任的 同一个月份 8月份廖国勋出任了省委秘书长 从此踏进了省委最高领导的 这样一个序列和班子 在这之后 在省委秘书长这个位置上 廖国勋做了很长时间 他先后是贵州两任省委书记 赵克志和陈敏尔的大秘 你看这三个人的名字加在一起 岂不是如雷贯耳 岂不是总人感给人感觉 要出事就是大事 肯定不是小事 你看 栗战书 赵克志 陈敏尔 都和廖国勋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所以再加上他的这个年龄因素 廖国勋本人 在中共的仕途里面 那是非常看好的 那2015年 廖国勋离开贵州 调任浙江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 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夏宝龙 大家都知道夏宝龙 也是习近平的亲信 夏宝龙和廖国勋 那都是之江新军里面 最得习近平信任 也最得他器重 将来上升的空间 也最大的 这样一些领导干部 其中廖国勋 更执掌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那就是组织部部长 组织部是干嘛的 提拔干部的吗 考察干部的吗 所以廖国勋的重要性 就在于 他要为之江新军招兵买马 为习主席将来保驾护航 所以廖国勋的位置非常重要 当然 长时间在浙江工作 不能发挥他的最充分的作用 于是他在浙江 就干了一年多 一年半吧 到2012年12月的时候 廖国勋又去了 习近平同志 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那就是上海 廖国勋在2016年的时候 担任上海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管纪委 次年兼任上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再往后 2020年2月28号 他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兼市委政法委书记 市委党校校长 你看 这里面 这个位置也都非常有意思 上海市委副书记 那上海市委里面主管全面工作 除了李强书记以外 那就是他了 很有可能政法委 就管刀把子 还有一个党校 党校是干嘛 就是管这些党员的干部的培训 考察这些也都是应有之意 所以他这个位置也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他在上海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 也没做了多久 在2020年8月31号的时候 他就调任了天津市委副书记 9月份担任天津市长 一直到前天27号他去世 所以他在天津市长这个位置上 坐了两年 那他如果是非正常死亡 有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下 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 只能从他过去的履历里 做一些揣测和梳理 最有可能的 你看像我刚才说的栗战书 陈敏尔 赵克志 这都是鼎鼎大名 而且不管你自己认不认 外界都知道你是栗战书的人 没有栗战书就没有你廖国勋的今天 更何况栗战书在担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这样一个位置上 廖国勋如果不出事 从天津直辖市的一个市长的位置上 更进一层楼 进入中央候补委员 甚至是中央委员这个层面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在二十大之前 他出了这种大事 很可能是中共内部派系阻击战 生死阻击战的一个牺牲品 就是他被牺牲了 他被阻击了 别人搞不动栗战书 那我还搞不动你廖国勋吗 那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只要是当上了不用说这么高级的干部了 在中共体系内部 你但凡是一个政科科长以上的职位 你没有贪污受贿过 你没有胡作非为过 你就当不上这个干部 抓谁谁都不冤 抓谁证据都一大串 所以廖国勋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被阻击了 他要不自行了断的话 会出现人不人 鬼不鬼 灰头土脸的这种局面 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至少是和栗战书可能会有直接关系 那更何况 想阻击栗战书的人 那可不是一时准备一时半会儿了 准备很长时间了 大家记得吗 大概两年前 香港南华早报 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韦 报道了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 在香港坐拥豪宅 养赛马 担任多家公司的领事 在香港的所谓的华经会 一个红二代搞的一个统战组织 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高级领导人 栗潜心 坐拥巨额财富这个消息 当时震动了湘江两岸 尤其是北京 当时栗战书 那一帮人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但是后来有惊无险 然后咋办撤了这个稿子 但是这个事已经传出去了 所以当年想通过栗潜心 来将栗战书拉下马 或者给他致命一刀 这种力量很显然在中共政坛还没有消失 而且人家的能量还不小 有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 有一定的资源调动能力 你看当年没搞动力潜心 今天我就搞廖闺勋 终于搞动了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 我们看看他在上海曾经担任过政法委书记 这是刀把子 上海还是谁的老巢 上海就是江曾的老巢吗 包括后来的这个孟建柱 江曾孟他们的老巢 据相关方面的消息透露 在上海期间 查清孟建柱这个事情 把它办成铁案 那么廖国勋也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看到因为孟建柱这些年以来 最尤其是最近一年以来 当年查孟建柱的人都落马了 那现在廖国勋会不会因为查孟建柱那个案子当中 江曾的势力也在司机进行 玩命的反扑 进行一个生死的博弈 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在中共的官场 当然也有个规矩 是中国前半年来官场文化的一个延续 那就是打狗还要看主人 为什么现在有人敢对廖国勋动手 那就是他的主子不行了 我们看栗战书出生在1950年 所以你看到今年二十大举行的时候 他都已经是72岁高龄了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他肯定要退休 肯定要退休 那退休之前相关的准备工作 相关这种最高层的领导的条换 都已经酝酿筹备很长时间了 所以你看 人说虎落平权 虎落平阳被拳气 栗战书当年也扭过 但是当你下台之前 有人就拿你的心头肉动手 而且一下就给他搞定 那这种政治斗争的惨烈 从这一次廖国勋的出事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二十大之前 事情还会很多 会一个比一个精彩 廖国勋倒下去 后面还会谁会接着倒下去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条和我们自己有关的新闻 为什么这么说 那就是何老板亲自动笔 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德国之声上 他的标题叫大外宣是如何成功塑造中国恶劣形象的 大家都知道何老板近些年来很少动笔自己写文章了 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和网友互动 跟网友要咖啡 别的时间 亲自动手写 很少见 我也很少读到 但是他亲自动笔写这篇文章 说明这事很重要 我看了以后 也是深有感触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叫破例 仍然是秉持着原来的原则 但是对这个话题本身 也做一些评论 那就是涉及到多维 涉及到大外宣 涉及到媒体的内外环境 这样一个话题 本来我做评论节目 以及我做新闻都有一个原则 我们是事实本身的记录者 或者是他的评论者 我们本身不应该成为新闻的一部分 除非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了公共话题 我们才讨论 好 那秉着这个原则 我们才对今天这个事情做个讨论 大家都知道 海外的中文网站多维突然宣布关闭了 他有多突然 我上去瞅的时候 新闻没了 上来就是一纸通知 说因为种种原因停止运营 这种突发性也引发了很多的猜测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那就是一开始多维本身是一个不错的媒体 然后在2009年被一位港商收购以后 出现了不少偏向北京政府立场的内容 这种偏向还是带有一定的包装 带有一定的黑灵阿杏 就是这种欲说害羞的意味在里面 因此海外的很多人将他视为中国大外宣的组成部分之一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他关闭了 创办人何老板撰写了这篇评论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以往的很多的市场上流传的很多留言 有多么的不可靠 那多维这个媒体啊 实际上在2003 04年左右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 为什么 当时我每天关注大量的新闻 有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当年有一个美籍华人的孩子 被美国人收养了 收养以后两家起了纠纷 几年以后 这家华人啊 想把这个孩子从寄养的家庭要回来 想要回来的时候 收养的那个美国人家不愿意了 双方起了争执 打了官司 这里面既有法律的争端 有那种啊 这个coutroom tv 就是那种法庭剧的那种紧张严谨 也有人情世故 更有啊 作为海外留学人员 在北美打拼的时候 那种心酸 那种不得不啊 那种亲情经济压力 以及对美国法律制度的这种互动之间 那种张力 那种啊 让人看了很为心酸的成分 这个消息 出来以后引起了华人社区的轰动 但我印象中 只有多维对这个事情的报道 是非常专业 非常平衡 也是非常感人的 他们派出了追踪的记者 全程追踪这个事件 对各方面报道都非常平衡 所以当年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顺手抄起来多维看了一眼 这个故事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的感觉不错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 在北美 除了老牌的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 那么多维是唯一有收藏价值的中文报纸 我当时我这句话说的很清楚 我印象很深 我跟周围的人说 看来多维有收藏价值 因为他每一篇文章 特别是一些连续性的报道 是很专业 是给人引发很多的思索 和想继续探究下去的这样一种欲望的 但是世事苍生 很多事情都在变化 再过了十几年 多维一手了 何老板说了不算了 多维被人买走了 这是我得到的外部消息 那买走以后 他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到今天终于寿终正勤 实际上也是正常 因为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大外宣这事 中共自己看着也不招调了 也不靠谱了 于是这种外围的打擦边球的 还不能作为他自己的亲儿子来 想怎么使唤怎么使唤 想怎么无聊怎么无聊 想怎么过分就怎么过分的这种宣传手法 他们也感到不适应了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 那就是经济压力使然 搞不动了 于是关门打击 所以多维已经成为尾声 出于中国传统中 叫死者为大的这样一种传统 咱也不多说他过去 到底有多坏有多好 他到底是大外宣 还是假大外宣 咱就不予评论了 咱们只来评论 现在这种正大光明 丝毫不加掩饰的 这种大外宣 他到底给中国的形象 给中国的国际地位 甚至给整个华人的内心深处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老板这里面写的 跳跃性很强 我给大家可以摘一些 加上我的一些评论 跟大家共享 他说在中国人日益自信的时候 在西方国家的形象 却前所未有的恶劣 最新的民调显示 八成美国人不喜欢中国 糟糕的是 这不是孤立的 何老板这个地方的意思 我认为就是 不但美国人不喜欢中国 很多国家的人都不喜欢中国 海外华人自己也不喜欢中国 这是指那一批 有独立思维 有羞耻心的 海外华人 其余的那一类 小粉红老粉红 就不用说了 脑子不清楚 内心还捏坏 这类人不是我们评论的对象 当然这里面 不能排除西方对一个小农大国 小农大国崛起的不适应 北京政府甚至夸张的说 说这都是敌对势力抹黑中国 但实际上 这是中国官员自我的心理安慰 以此来欺骗民众 那就是何老板的意思就是 这都是中方惯用的手法 就甩锅抹黑 那你自己形象咋样 是你自己决定的 外部势力抹黑也好 有偏见也好 那都不是事情的绝对性的原因 那正如这篇文章所说 说有洞察的人都知道 真正塑造中国形象的 是中国政府自己 至少包括大外宣 大外交 大警察三个系统 我是第一次看他把这个 塑造形象的三大主力军 给划分出来了 大外宣 大外交 大警察 当然大外宣 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有独立的 财政的支持 有建制的到海外来 大张旗鼓的稿 他来源于宣传沙皇 李长春 李长春来自辽宁 他在北方主导改革的 一个技术官僚 这种定位对他来说 还是比较恰当的 后来 他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且管宣传 被称为宣传沙皇 但是中国以外没有几个人知道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他孤独无聊的出访过程当中 他在去跟央视的驻地议者聊天的时候 央视这帮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说咱们应该把宣传机构办到全球 于是2009年 大外宣以450亿人民币的预算 响亮登台 何老板当时就断电 这是一个烂尾工程 很简单 属于网络时代的反观书 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了 在这里我们再加一些背景 事实上 中共有没有宣传机构办到全球去 在搞大外宣之前是有的 比如说新华社 在海外有几百个分社遍布全球 比中国在海外建交的国家数量还要多 所以新华社本来就已经是一个 全球性的新闻机构了 当然影响力不算 影响力也赶不上 但是他的机构的设置 网点的设置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那为什么还要 大张旗鼓的搞大外宣这事呢 他们感觉新华社传统新闻社的路线 通讯社的路线 可能不适合时代需要了 因为通讯社是干啥的 通讯社是负责搜集信息 他的下架啊 大部分情况下是其他媒体 按照后来互联网流行的一个说法 这是个2B的企业 新华社拿来搞的 他直接给人民日报也好 给全国各地的党报也好 他们用来转载用的 这种比较间接 在海外更没有什么直接的落地渠道 你不能指望的人民日报 不能指望的海外的纽约时报 花月日报整天登你新华社的新闻 人家也不登 在这种情况下李长春 再加上他们认为电视媒体 才是视频 才是未来的主角 指望的新华社不行了 那得多点七下搞中旗舰式的 然后那个时候李长春就搞了将近500亿 用他来做中国的大外宣 而且这里面以央视为主 以央视为主 CGTN为主 当然这些大外宣的西方半的媒体 可以说毫无影响力 不但没有影响力 反而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一些侵蚀 那么对于华人来说 不管做中药 大部分人都在推特上 在油管上沉迷 很少有人 除非是这些走不动的老同志 那除了是只能读中文的那些老同志 他才会去看这些大外宣 否则那是很难的 这里面也包括多维 那在何老板的这篇文章里 他有一个观点 我还是比较赞同 那就是真正对中国形象造成伤害的 还不是大外宣 因为大外宣没人看 没人看 虽然有时候 他们拿这个报纸愣塞 塞给各个外国有人 人家后来都很反感 都很反感 基本上在海外知道的都是垃圾 真正对海外中国形象造成伤害的 是中国的民粹媒体 这些媒体 他不但扭曲西方媒体的内容 更恐怖的是用恶毒的语言 对待自由的世界 这是何老板的原话 当然民粹媒体哪个国家都有 问题就是 民粹你也可以搞成 可以让人接受的民粹 可以让大家去辩论 甚至欣赏 甚至引用的民粹 但是中国的这帮民粹媒体的从业人员 没有这样的素质 当中国那些纯粹的官宣 没办法成为可开的来源的时候 那么这种语气夸张 用词诡异的民粹媒体内容 反而被西方记者相中了 反而成为人家争相转述的信息源 那一转述 那在西方造成的印象 就更夸张了 因为这是你自己说的 是不是 所以这按何老板说法 这真是世界上最灾难的宣传效应 这里面的最大的受害人 实际上还是中国人自己 那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被彻底扭曲了 不只是民众 中国官员包括决策者 外交官和军官 受这样的媒体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中国人形象也通过西方媒体 对这些民粹媒体的引用 进一步的扩大 但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中国宣传系统的人 自为也很得意 他说把中国故事讲到了世界 但实际上 这正是中国形象的丑陋所在 这里面何老板没有举任何一个媒体人的例子 当然这也是和他比较温厚 文雅 不太愿意指民道性的说别人有关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就比较放得开 那这里面的最典型的 大家张口就能想起来的 那就是像胡锡进 胡老师 胡叼盘 那个环球时报 是吧 在多少次的政治风云里面 本来这个情况 不至于发展到这么恶劣 但是环球时报一鼓动 这个火就被操起来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战中 战中期间我正在香港 本来街上的游行 没有这么多人 说白了 这没这么多人 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环球时报的舍论 说香港的这个命运 不能只有香港来决定 要由大陆14亿人民来共同决定 这篇文章 我一看标题 我就知道坏了 香港这事小不了 果不其然 在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出来以后 香港可以说是群情激愤 老板像 很多人连饭都不做了 上街游行 香港铜锣湾大道挤的水泄不通 好多人手里拿着环球时报 实际上 我一看就明白了 你以为人家香港人傻吗 人家不傻 你竟然14亿人要当香港人的家 请问你这14亿人能当了自己的家吗 你在大陆给我选一个你自己想要的领导人 试试 自己过成那个德行 一点尊严都没有 对人家想争取尊严的香港人 反而搭击报复 反而挖苦 反而觉得人家 这个殖民主义的这个思想作祟 这些香港人不傻 都看在眼里 对于这样一种掉门 人家是不满意的 所以胡锡进 环球时报 可以说 让香港上街游行的人 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估计 所以香港形势的恶化 和中国这些民族主义的小报 这种脑子不好用的媒体人的恶意的宣传 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何老板的文章里还提到一批特殊的人 那就是在外媒工作的优秀的专业的华裔媒体人 他们这些人不断受到刁难侮辱 甚至在民粹媒体被公开揭批 甚至在小粉红在民粹媒体的合谋里面 他们的个人隐私被公布 他们的个人安全名誉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家人 他们的境遇变得非常的困难 甚至有安全方面的隐忧 这些例子就太多了 澳洲的华裔媒体人 还有欧洲的很多人 只要是为外媒工作的 很多情况下都受到了程度不同 分割各异的各种刁难和侮辱 所以他们就会当成了敌对势力 他们在一般事件里面的采访受到阻拦 这里面何老板没有提到的 还有一种叫逆向歧视的现象 非常严重 因为外媒这个圈子我也非常熟 什么叫逆向歧视呢 跟你这么说吧 比如说纽约时报的记者 习主席要访问美国了 在这之前接受一下美国 接受一下美国主流媒体的采访 纽约时报的记者 把自己的车号报给中南海 中南海放行采访 这都是正常程序 但是如果你是高鼻梁 蓝眼睛 白皮肤 警卫看车号队就要你过了 但是如果你长了一副黄脸皮 黑眼睛黑头发 甭管你是吃哪个国家的护照 甭管你是干嘛的 警卫肯定把你拦下来 要省一通 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反而不放心 尤其是在外媒工作的中国人 在他们眼里 那都是卖国党 都是带路党 都是与我党我国为敌的 这么一段敌对势力 更关键的是在体制上 中共的这套管理方式 就没有让客观报道中国 在机制上成为现实 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报道 有没有偏见 当然有 当然你说人家是故意的偏见 没有这个证据 任何人报道任何国家 任何话题 这个行业本身 它就是充满了遗憾的一个行业 一个正常的国家所要做的 就是不要干涉记者的采访 让他按照专业主义的 专业的手法去操作 他终究能给这个形象 能给这个话题 形成一个正常的客观的 平衡的一个报道 但是在中国出现了什么情况 你比如说 你是一个拿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 就算你从英国 从美国回到中国 你想为CNN 你想为纽约时报 时代周刊 北京分社工作 那他们最了解中国 而且你又对中国充满了热爱 那报道中国岂不是就更有 按中方的说法 就更多的会有正面行为 对中国形象有利 你即使这么想 中共自己他也不让你这么干 为什么 首先外国媒体 在北京在上海这些机构 他是没有权利直接雇用中国公民 做记者的 所以你在纽约时报 豪杰日报上看到的所有新闻 那个byline 就是记者的署名 百分百都不是中国人 有的话 北京就可以抓人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当新闻助理 帮着这个主编 这个 这个搜集线索 做一些联络 出差采访 订个机票 这个安排一下旅馆 进这些事 这对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 有专业素养 有新闻专业追求的 华裔的媒体人来说 中国护照 中国人这个身份 就是他们的噩梦 这个噩梦是谁给的 是祖国给的 不是外媒给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 更大的隐患 比如说你是中国人的话 想为纽约时报 北京记者站工作咋办 你应该先到 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 报备 北京外交人员服务总公司 那是中方的控制的公司 你先成为他的雇员 他再把你派到 纽约时报的北京办公室 拍过去以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隔三差 我就叫你来汇报一下 你们纽约时报的 首席记者 这星期都见了谁 上次的关于非典的报道 他们采访了谁 是谁把那个信息给你们的 你给我说 你不说 你这个工作就做不下去 你说了 你就是个间谍 你怎么能得到 你的外国同行的信任 这种情况下 所以持中国护照 作为中国人的这些新闻人 你们 最先天的歧视 最先天的职业障碍 就来自你的祖国 这种歧视也是来自祖国 这是为什么 我说这种情况下 叫逆向歧视 他不歧视外国人 他反而歧视你中国人 给中国人为外媒工作 设置种种的障碍 这就是今天 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 那所以何老板提出的建议 到底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很简单 废出大外宣 让西方记者 可以在中国正常采访 说白了 说起西方记者 我们的很多观众 总会有一种印象 觉得这么就是来 污蔑仇化中国的 拜托 这个问题 你得分两面看 在美国 对川普总统 对历届政府批评最狠 揭露最狠的是谁 就是纽约时报 CNN这些媒体 他们所做的新闻训练 就是 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说纽约肯基地机场 今天又有一架飞机正常降落了 请问这是新闻吗 飞机正常降落不是新闻 今天有一架飞机摔了 那才是新闻 西方记者的新闻官受到的培训 那就是在 违反常情的 容易带来冲突矛盾 容易带来吸引力的这些素材 它才是新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记者的从业的习惯 他受到的职业训练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说他报道的东西 你看的不舒服 就是丑化了中国 那如果这样的话 西方媒体天天都在丑化美国 这一点 我们也没有看到西方的民众去予以抗议 说你污蔑美国了 你动摇了我心里的对祖国的热爱了 不行 我得收拾你 反而这些记者在西方社会都是受人尊重 比较体面的一个职业 另外这些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很多事情做的也有确实有它的体质优势 所以西方的这些记者 还有西方的这些专栏作家 有些人已经开始亲中亲的不得了了 为什么海外有一拨人叫潘德哈格 叫拥抱熊猫派 就是这些人 看见中国看啥都好 他已经走向了另外一个反面 这里面不发一些知名的媒体人 比如说纽约时报福利德曼 他就写的很多文章 用各种方式贬低美国模式 称断中国模式 甚至有一篇文章 我用词很过分说 我们美国如果能过中国一天有多好 你看这到了什么程度 这到了夸起人来 无以复加的一个程度了 把人往死里夸的程度了 但是这些装人作家也好 媒体人也好 记者也好 这就是他的饭碗 这就是他的活 他每天都写一篇 一年写好几百篇 这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篇 看一看 笑一笑 又有何妨呢 甚至辩论一下也无妨 但是你说西方媒体里 清一色的都是丑化中国的 这一点完全不符合事实 这也是中共的宣传机构 刻意的营造敌人的 一个最低劣的手法 西方媒体不是你的敌人 里面有你大量的朋友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沿着民族主义小报 那个风格去搞的话 你把这些仅有的这些朋友 也会推向你们的反面 所以中共的大外宣 那真的是非常的启发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 用几百亿的经费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相公 塑造成一个傻子 塑造成一个二货 这恰恰是中国人现在引以为豪的 长此以往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宣传和反宣传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闻伦理和宣传的问题 它是一个直接导致了简体中文这个圈子 整个的简体中文文化 它被世界平均水平甩开了一大截 不及格 你看看到海外来的这帮学生学者 你看看他们说话 一张口就是一股酸菜味 非常的不堪 非常的不堪 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防火墙后头 他们主动的自带防火墙到了国外 把一切对他们 他看着不舒服的就归结为反华 就给人家贴上反华的标签 如果按照你们这个标准 如果你们眼里的华都成这样的话 你不反华 你还是个人吗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情况下 是你自己实在是不堪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样走下去 中华文明 当代的简体中文文明 要被世界抛弃 现在已经在抛弃的边缘了 想赶都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如果大外宣这种方式继续做下去 那真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哀 所以我们今天用了二十来分钟 讲讲这个大外宣 当然由头是因为多维倒闭了 这种倒闭未必是坏事 海外的很多中文媒体都应该倒闭 因为他做的事情 于人于己都不利 那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还非要做下去呢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